8個人確診了 目前桃園市政府正在召開記者會 那個陽靜其實也是清潔公司的員工 所以在社區裡面感染的目前為止是零 下一張 那這是17230員工相關的採檢情形 那這整個員工 我們他總共員工大概900多人 那我們大概都採集完畢 那有少數還在其他地方 比如在南部 我們也委託南部的醫院幫他採集 那這是一個 那這個員工在這裡說明一下 那我們昨天看這個所謂的 增加3D以後覺得這個夜班的清潔員工的這個 群聚太嚴重 所以我們所有的夜班 91人昨天晚上就把他做居家隔離 那我們蒐集在這個集中檢疫所 那現在已經安置完畢 好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是機場 防疫計程車消毒還有採檢的情形 那計程車的採檢目前也全部完畢 那只有一位也陽性 下一張 那這是我們 一個採集戰的 那黃碧鎮前進指揮官 也去指導 我們下一張 那我想這個疫苗的採蓋率 也就不用再談了 下一張 那這裡是順便談到 今天開始 我們所有的這個工會流感疫苗 是全面開打 也就是不限任何人的年齡 那在這裡順便跟大家報告 好 好 好 那個頭一部拿起來就好 謝謝 謝謝王委員局長的報告 各位同仁 那麼針對桃園國際機場公司 這個清潔人員的群聚感染事件 那麼昨天這個 針對這個信使公司的 這個清潔人員的篩檢 有增加三位 那這三位都是 這個大業班的這個員工 那麼這三位呢 有兩位是住在桃園市 一位住在外縣市 那昨天深夜已經完成了 基本的疫調 那麼也會做相關人員的 匡列跟拆檢 那其中呢 為了確保大業班同仁的 這個防疫安全 那所以昨天91位 送兩個集中檢疫所 那昨天已經送完 那麼針對我們的這個 社區的足跡 以及風險的預防 那麼我們開設了 本來是三個社區採檢站 那從昨天開始增加為五個 那分別是這個 龍岡大操場 黎明公園 北區客家會館 中立的中正公園 桃園的中路採檢站 一共是五個 那我們1月4號 是採檢196位 那麼其中一位 信實的員工是陽性 那昨天採檢的是1037位 那麼全數都是陰性 那也就是說 除了信實的員工以外 目前社區採檢的情況 都是陰性 那不過有一位 1月5號確診的 這個信實的員工 那麼有到金賞歌友會去打工 那疫調的結果 是他在這個金賞歌友會的一個工作間 有跟這個近距離接觸 那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那麼有參加12月31號 因為我們往前追溯 12月31號他們的跨年參會 的這個800多人 那昨天已經完成造冊 那現在正在進行採檢 那早上到現在為止 已經採檢大概60幾位了 那我們會在今天 這個完成採檢 那針對這個機場的部分 那麼為了避免有隱形的傳播鏈 那麼我們特別建議 指揮中心 這個機場部分應該不限定在 這個清潔人員 所有的可能風險人員都要採檢 那有關機場的第一線工作人員 那麼指揮中心正在開會討論說 是不是縮短他的這個間隔 那我想第一線風險人員 基於防疫安全 那應該要全速打第三劑 要到達百分之百的覆蓋率 那因此喔 這個縮短間隔是有必要的 那我們希望包括這個機場人員 機組員防疫車隊以及防疫旅館的工作人員 都應該要這個立刻進行第三劑的接種 確保防疫安全 那不是這個間隔的時間也不限定在五個月 那目前目前這個我們的相關的疫調 那麼因為有一位居住在觀音的這個確診者 那他的家人有這個在國小就讀的血統 所以我們觀音的那個國小 今天預防性停課一天 那麼有關這個我們市民的部分 就請大家十一家責任醫院 原本就開設有採檢站 那五個社區採檢站也可以使用 那昨天採檢人數是到1037 那我想基於防疫安全喔 那麼這個有過足跡的或覺得有需要的 都可以直接到這個五個社區採檢站來採檢 我想這擴大採檢是有必要的 機場內機場外都要擴大採檢 來確保防疫安全 那麼有關這個疫苗接種的這個狀況 我再說明一下 目前桃園的第一劑接種率是85.74 第二劑是72.16 那當然是比全國略高 那我們希望這個還沒有打的 不管第一劑第二劑 那我們這個都可以到這個各個醫療院所 超過200個醫療院所來接種 那我們現在各種疫苗都已經充分到位 所以這個希望18歲以上 不管第一劑第二劑都可以去接種 我們也提供200元的禮券 另外為了方便上班族 我們這個13區的衛生所 除了原本的COVID-19的疫苗接種時段之外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 也加開夜間的這個時段 方便這個民眾來接種 特別是上班族晚上才比較有空 另外假日也會加開半天的門診 大家可以看一下台灣市政府的防疫資訊網 我們的衛生所的部分 加開假日半天 以及有夜間的這個疫苗接種的門診 好 那第一線風險人員 因為有涉及到管理局、交通局、衛生局、相關單位 那我們就請各相關單位來督導 那陶基公司的部分 由秘書處負責擔任聯繫窗口 那我也會再拜託交通部 那麼要確實督導陶基有大概將近200個單位 那有3萬個工作人員 那這個部分 這個各相關單位也應該協助第一線風險人員 也完成第三機的接種 好 那至於其相關的這個疫情的這個調查 那麼我們一有結果 也會跟外界來說明 那希望這次的淘基的這個群聚感染的事件 為了避免有隱形的傳播鏈 擴大採檢是必要的 我想這個以過去防疫經驗來說 那麼精準的疫調 擴大的採檢 確實的隔離 以及即時的消毒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陶基的單位多 將近200個 那工作員高達3萬人 那雖然現在紅區是在這個信職公司 所負責的這個清潔區域的一個範圍內 那為了預防起見 那麼也要請前進指揮所這邊 再詳細的匡列 希望能夠擴大這個採檢的範圍 那社區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像三個採檢站擴大為五個採檢站 那十一家責任醫院也可以採檢 那我們希望民眾有需要就來採檢 那不過目前為止喔 目前為止這個 外裡面採檢的大概1513位 那社區採檢的總共是 昨天是1037 前天是196 除了一位信職員工以外 都 什麼 1238 1238 那目前除了信職員工以外 都是陰性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擴大採檢 那所以今天金賞歌友會 那個 他們昨天已經完成造冊 因為他這個跨年餐位是採取報名制 那全數都要完成採檢 那早上已經在進行了 到現在已經採檢了大概六十幾位 那我們希望衛生局就協助把金賞歌友會的 所有的會員都完成採檢 好那採檢結果我們會在完成後再向大家報告 好謝謝 謝謝 請民政局報告 這次陶器事件 陶原市擴大篩查 那麼目前都是陰性 還有剛才提到這個金賞歌友會呢 目前正在造冊當中陸續會完成採檢 再來對外說明 繼續看